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 我的飢餓殺世界 我們終於再度回來這款遊戲 各位 還記得老頭之前說過嗎 只要飢餓殺有更新 老頭就會回來玩 那如今這個飢餓殺世界 他更新了新的內容 就是我們這個通行證 出了第二季 那老頭稍微看了一下 我發現第二季 沒有多新的鯊魚 實在是非常的可惜 但是呢他有一個皮膚 我還蠻喜歡的 他不出他不出新鯊魚 沒辦法那就玩他的皮膚 能看的也就這個 叫做王牌 各位看見了沒有 起初我以為他是一隻新鯊魚 結果呢只是我們後面這一隻 鋸齒殺的 欸這鋸齒殺嗎 我們這隻叫什麼 這不是鋸齒殺吧 看一下是什麼鯊魚 大白鯊 是我們大白鯊的皮膚 這個第二季通行證非常的爛 我還以為他會出新的鯊魚 想說又有新的內容可以給各位 結果呢 只有一個新的造型而已 我覺得這個應該會被 那個飢餓殺粉絲罵翻吧 我覺得連我自己都覺得很爛 這個通行證呢 330塊啊 然後如果你上一季沒有參與的話呢 你可以去買他的830塊 我是覺得不必要啦 我是真的不必要 我覺得買330就可以了 好不好我們就先來買一下 買完了買完了 直接關掉 好買完了通行證了 我們拿到這一隻超級幼齒喔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多幼齒 等一下來看一下 我們先用我們的鑽石呢 把他們通通都買齊喔 下面還有根據一些活動任務多出一些 什麼進化時間減少啊 珊瑚礁上限增加之類的啊 我忘記講這次的活動了 珊瑚事件喔 珊瑚事件呢 就是靠近這個珊瑚礁進行治療 然後治療之後都會變這樣 然後呢 有小3的話呢 可以增加這個恢復速度 所以我們等一下帶這一隻 他可以對敵人造成暈眩傷害 透過吃掉泡泡來獲得各種爭議效果 增加恢復速度啊 我們上一集的噴劍通行證第一季 我不知道是玩什麼忘了 但是這一季是珊瑚事件 我們等一下再說 我們先把這些該買的買一買 OK全部領完畢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鯊魚的皮膚喔 這個鯊魚皮膚呢 只要裝上去之後呢 能力值全滿 這個能力值應該是直接全滿 再來我們裝備 最基本的雷射啊 噴射包包之類的啊 這些全部都把它裝上去 我記得一次可以裝三個吧 還是四個 全部都可以裝起來 太久沒玩了 忘了 然後看一下喔 超級幼尺 這個能力是什麼 寵物分數 寵物分數 寵物分數加1 小三可以增加珊瑚的恢復速度嗎 然後我看一下 剛剛前面的兩隻 三隻太空 太空蟲蟲 這個也是加1 並且讓XL至XLL 吃掉比他們重 是喔 可以吃掉比他們重的意思 這樣子嗎 減少重力並讓你難以發現 是真的有這個能力嗎 他的射線可以大幅 大幅減少你受到的傷害 在較低的級別 傷害以上較為陷阻 減少受到的傷害是吧 這個好像太空蟲蟲比較好的樣子 好 就裝這三個好了 玩他的 我們就這樣出發 好不好 來玩一下 這剛好有每周挑戰 三千噴劍點數 來 直接四跑一輪 有點久沒有玩了啦 手感不知道如何 一開始就LAG 為什麼一開始就LAG了 就這個珊瑚要我們拯救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珊瑚馬上就變成彩色了 拯救珊瑚 這有105個要拯救 哇賽 105個要拯救 這款遊戲呢 一直在提倡這個海洋環保 所以說他這個 第二季是拯救珊瑚的活動呢 我也不意外 黃金充斥 那我覺得我剛剛應該在開局的時候呢 這可以吃嗎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啊 第一次看到欸 我覺得我應該在開局的時候 用一些那個道具才對的 這樣可以讓我更順利一點有沒有 來不及了我已經開始遊戲了 來不及了啦 有 這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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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狠起來連桶類都吃 我剛剛把那個珍珠吃掉欸 他那個珍珠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新的 新的東西嗎 這邊也很多 OK 9個 這桶要一百多個 感覺很辛苦啊 啊 那個該不會是小三的能力吧 那個像珍珠的那個啊 應該是小三的能力吧 他會丟出一些buff氣泡 可以讓我們吃 吃了之後會增加能力對不對 有的吃了就沒用了 可是他沒有顯示能力是加什麼 哇他都沒有顯示欸 哇他都沒有顯示欸 這把撞爆啊 這個也去給他撞爆啊 那邊 欸為什麼我突然快死了 為什麼 為什麼我突然葛屁啦 沒關係我直接復活 我不想看廣告 我恨廣告 是因為這邊太燙了是不是 欸這這邊太燙了我直接狂扣血 我直接狂扣血 飛起來 飛起來 耶 喂 太強了 為什麼有一些珊瑚他自己就本身就是好的啊 我不記得我來過這個地方啊 這些珊瑚是原本就正常的 那原來也有正常正常的珊瑚是吧 呼呼 西內 哎呀 超大的金魚被我吃掉了 爽 造狀服務 啊 敢來殺也是吧 沒適合 沒適合 防護照護體啊 就這一個就這一個 繼續衝刺 衝出個未來 我現在狂升級欸 因為我這一隻好像 是路過路過的角色吧 我好像沒有在練他啊 我記得當初是為了解機械哥擊殺 機械殺 欸機械哥擊殺 啊機械殺吉拉拉 我講什麼 為了解那一隻 這一隻完全沒有在玩 所以說他升級很快 喔 防衝刺 真舒服 衝啊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下去 繼續啊 我覺得我撐好久 撐上岸 哇 可以再上去嗎 不行 這邊已經是頂了 哇 舒服了 感覺這邊的魚啊 永遠吃不完 你剛才清掉一批而已 現在他立馬又出現新的一批 好笑 哇 哇哇哇哇 哇哇 要死啦 撐住啊 多吃一點多吃一點 救人喔 啊 啊 要死啦 啊算了我要自殺了 我不想活了 這撐下去我覺得可以破一千萬分啦 但是我不想撐的 玩了十分鐘 哈哈哈哈 結束 喔 我的這隻大白鯊應該會狂升級吧 有嗎有狂升嗎 為什麼只有升一等 怎麼會叻 發生啥事 好啦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這是我們第二季賽季的新的內容 其實我覺得蠻爛的 希望大家會喜歡 欸奇怪 為什麼他沒有添加能力上去啊 要我自己升 什麼 你這個皮膚沒有全能力 我玩到後面我才發現 我的鯊魚沒有全能力 啊 好 我原本以為這個賽季已經很爛了 還要你掏錢出來 想說既然有一個新的皮膚還蠻帥的 又有全能力我也就算了 結果沒想到你花了330塊錢 買了這個通行證 又花了鑽石拉到最滿 你這個皮膚還沒有全能力 可以再混一點沒有關係 好我今天這一集呢 這個新的內容就是來勸退這些玩家的 好不好有夠費 費到有剩 還不如第一季 你看第一季有兩隻新鯊魚 這一季一直都沒有 給你一個 好 蝦雞巴皮膚然後呢 沒有全能力 花你330塊 所以我覺得還是算了吧 好啦 解釋到這啦 要不要買看個人啊 那一樣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按下訂閱 分享 留言按讚 對老頭來說都非常大幫助 感謝各位收看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飢餓殺世界再見了 下集見 拜拜 快點 吃 沒什麼 沒什麼 快點